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 年轻的中国人正在掀起一股股市狂潮 他们不再等待,纷纷投入到这个充满变数的市场中 试图抓住近20年来最大的反弹机会 最近的政策变化激励了年轻投资者 尤其是30岁以下的新手 纷纷开设新账户 渴望在这场股市盛宴中分一杯羹 然而,随着市场波动性加剧 这些新进者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他们的投资决策可能随时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 让人不禁担心这股热潮是否会变成一场灾难 在这个背景下 年轻的中国投资者正重新定义成功的意义 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稳定的工作 而是希望通过投资实现财务自由 这样的心态转变或将影响未来的经济格局 这是一场关于梦想和未来的冒险 年轻的中国人正在以全新的姿态进入股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纽约时报 它描述了一股由中国年轻人引发的股市热潮 这股热潮源自于北京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 而采取的激进政策措施 在过去的两周里 股市活动激增 特别是年轻人群体 他们因为政策的利好而纷纷投入股市 这些变化在中国的线上股票交易平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数据显示年龄在30岁以下的新开户数量急剧增加 坦志明一位在中国东北地区工作的券商客户经理提到 最近他的办公室充满了首次投资者的咨询 他观察到许多大学生利用刚刚过去的黄金周假期来研究投资建议 期望在当前的股市反弹中获利 年轻投资者正试图把握这一可谓是近20年中最重要的市场反弹机会 然而伴随着机会而来的却是巨大的风险 当前的市场上涨主要是由于政策的驱动 而未来的增长则可能持续依赖于政府进一步的经济刺激措施 市场本身的波动性让人忐忑不安 尽管市场在前一日上涨了6%并且已经连续上涨了10天 但随后的股市下跌还是让许多新手投资者感到措手不及 这显示出市场情绪对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 尤其对这些新加入的年轻投资者来说 他们的投资策略很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对于那些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中国年轻人而言 这股投资热潮可以说是生活态度的一个巨大转变 在他们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 经济低迷似乎是常态 然而如今对股市的恐惧 已被害怕错失机会的心态所取代 尽管投资市场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 最近几天开户的客户非常多几乎全是新手 坦志明表示 他对这股热潮既感到惊讶又充满期待 年轻投资者似乎不再畏惧失败 而是希望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在开户数的增长上 也是年轻人心态的一种转变 他们不再是那个对股市近而远之的群体 而是一个充满冒险精神和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世代 对他们而言 投资不仅是实现货币增长的途径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他们希望通过投资来达成自己的梦想 无论是购房旅行还是创业 但与此同时 这股热潮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许多经济学家和市场专家警告称 这种投资行为可能导致年轻人承担过多的风险 尤其是在他们缺乏足够投资经验和知识的情况下 市场的波动可能会让他们的投资瞬间化为乌有 这对于刚不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 年轻的中国投资者正在重新定义和为成功 他们不再只是追求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而是希望通过投资来实现财务独立 这种心态的转变 可能对未来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总体而言 中国年轻人正以全新的姿态涌入股市 这不仅是一种投资行为 更是一场关于梦想和未来的冒险旅程 他们的故事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市场中 持续书写新的篇章 这一现象的出现背后有几方面的推动力 首先政策面低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 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对消费的推动 让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有所提升 其次技术的进步使得投资变得更加便捷 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应用的开发 降低了年轻人进入股市的门槛 他们可以更加轻松地获取信息 进行交易和学习投资策略 然而 这也给金融监管机构带来了挑战 如何在鼓励市场活力的同时 确保投资者特别是新手投资者的资金安全 成为了一项重要课题 监管曾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投资者教育 以防止潜在的市场泡沫和金融风险 从社会角度来看 这股投资热潮反映了年轻一代 对传统职业观念的反思和对财富管理的重视 他们在追求经济独立和个人自由的过程中 愿意尝试新的途径和方法 这种趋势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年轻人潮流不谋而合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加速 让年轻人更容易接触到不同的思维模式和理财观念 在未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与市场的成熟年轻投资者的影响力 可能会逐步增强 他们的投资理念和行为 将对股市和更广泛的经济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不仅仅是一次市场行为的转变 更是社会心理和经济结构的一次深刻变革 我们的节目将继续关注这一现象的发展 为观众带来最新的市场动态和深度分析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股年轻人投资股市的热潮 不仅为个人带来了潜在的财富 还让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年轻人参与股市 可以说是对市场活力的一次激励 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 能够推动资本流动 最终带动整体经济的增长 毕竟历史上许多经济繁荣期 都是由年轻人的大胆投资和创新想法引领的 哦 天啊 但是这些年轻人真的准备好了吗 股市可不是一个儿戏的游乐场 年轻人缺乏经验 容易被市场波动所迷惑 可能会在短期内因为亏损而感到绝望 这不是一场电影中的冒险 而是真金白银的现实挑战 数据显示 股市的波动性很高 许多新手投资者在初期投入后 往往会遭遇亏损 是的 股市有风险 但没有风险的投资 如同没有讽的航行 而且年轻人的冒险心态 恰恰可以让他们在市场中 寻找出新的机会 还记得1920年代的美国吗 当时的年轻人 疯狂地投入股市 这股潮流 虽然最终迎来了经济大萧条 但也促成了许多创新 和科技的诞生 年轻人可能会失败 但他们学到的经验是无价的 拜托 我们可不想重蹈覆辙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他们的财务基础还很薄弱 一旦遭遇大的损失 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整个未来 股市的波动性让人难以预测 在政策驱动下的上涨 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年轻人需要记住 巴菲特的成功不是短期投机 而是长期耐心和深入的研究 当然股市投资需要谨慎 但这不应该阻止年轻人参与 事实上 这些年轻的投资者 正在通过学习各类投资策略 来提升自己 网络上有大量的资源和课程 让年轻人有机会 快速提升自己的投资知识 只要合理规划 控制风险 他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市场中 找到自己的定位 这是一个让自己与众不同的机会啊 哀 话是这么说 但知意行难 即便有再多的课程和策略 真正的市场操作往往会和理论背道而驰 数据显示 绝大多数小投资者最终难以战胜市场 年轻人应该首先专注于打好经济基础 积累足够的资本和知识在考虑进入股市 这样的稳健策略才能为他们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不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股市上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